第二屆八童冠北街舞大赛在玉里盛大举行 舞者前来一校高下同时吸引很多民众来看比赛 其中呢有很多小朋友也展现了超龄的舞技 在台上跳着嘻哈街舞 精彩的表演抄袭军一点都不输给大人 穿着嘻哈装扮身体随着音乐节奏左摇右摆 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不只大人小朋友跳起街舞来 不管是地板动作扫堂腿还是大风车 通通有模有样架势一点都不输给大人 这里是在花莲举办的八通冠杯街舞大赛 真的到玉里或是到台东 做活动真的不容易 像玉威娜也是 斯曼洋老师也是 这都也是大家也是 只是大家都希望在这小小地方有一个 给孩子们有一个舞台 然后做这场真的不容易 还要进部落载小朋友 可是我今天看到这个台感动 尤其是刚刚最后一个 我最期待的一个 以前这些哥哥们看我长大的 然后以前就从白天跳到晚上的 我觉得要把这股能量带给你们 老师们四十几岁都可以这样 我们在干嘛 这场街舞比赛在玉里眷民广场胜大展开 一共吸引全台有超过35支队伍 远道而来一较高下 现场更聚集了超过500人来观赛 气氛相当热络 这对玉里来说可说是一大盛事 季节高松生 预见采访报道